马来西亚驻我国最高专员署安排专车 载送38名在本地工作和居住的马国公民返回国 当中有7成是孕妇 来看记者乌梁香的报道 归心4件的27名马来西亚籍孕妇 早上9点半起就在克兰治地铁站排起队来 当中有的连同丈夫一起回国 有的则因丈夫得上班 只能独自一人回马国待产 救护车也在地铁站旁待命 准备护送孕妇过辛柔场地 如果是困难的街上 我们也会让民房部队人员来协助我们 如果是新加坡这边的话 我们会送回去新加坡的医院 如果已经在马来西亚的话 马来西亚申约翰的人会带他们去马来西亚的医院 每个人上车前都必须通过体温检测 如果出现发烧等冠病症状将不准上车 配合阻断措施 可坐40多人的巴士也得保持安全距离 由于一半的座位已飙上静坐 因此得分两趟才能把所有人送出境 按照规划 救护车一路尾随巴士直到新山关卡 但不会入境马国 受访孕妇指出 在乌兰关卡办理离境手续时 无需提着行李上下巴士 移民与关卡局人员特地上巴士检查乘客的护照 一抵达新山关卡 每个入境者就被安排到附近诊所申报健康资料 跟着送到指定酒店进行隔离